hello 我是黄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伙似评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 哎不对 提前第一时间 为大家带来红米K60至尊版的性能测试 之前红米的电竞碗这事儿被大家调侃了很久 我们去年底他还负了个假 红米的小伙伴这次和我们说相当顶 配置方面搭载的是天玑9200PLUS和LPDDR5XUF4.0的组合 不废话 我们直接实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处理器 终于终于 这米信拿到了9200加 我们数据库第一时间解锁刷机ROAT 连月绘制了能效曲线 应该也是全网首发 兄弟们记得点播赞 当然如果你懒得看 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 我们直接聊K60至尊版的实测数据 SoC曲线呢 其实你随时可以在我们数据库小程序里面查看 至于怎么看 我们再说一遍 你可以看一下两个坐标 越靠近左上的这个曲线能效就越高 越靠近左下这能效就越低 很好理解 CPU我们引入的是SPEC2006整数测试 大家普遍对比的都是8.2 发哥的超大盒X3 峰值跑到了57.4 这个功耗是4W 大家注意看 比8.2是要高一些的 从整个曲线来看 在3000MHz以上的高频一段 能效是不如8.2的 中频能效几乎一致 曲线都差不太多 而在最常用的2W以下的低频 天玑9200加的能效是反超8.2的 但是幅度也不大 只有约5% A725中盒的差距也不大 稍微领先于8.2 但不排除是体质差异 但考虑到9200加比8.2少一个中和 在多核能效上可能是不如8.2的 GPU测试我们采用的是曼哈顿3.1 1080P离屏 峰值234FPS 全场最高 我们Root之后查看GPU的频率 达到了恐怖的1.15GHz 功耗 注意直接来到了13W 你看骁龙这边差不多的性能 只需要7.3W 在峰值能效上确实差的比较多 但如果你把频率调到872MHz 它也能跑到212帧 这功耗爆降约5W 也就是说 发哥从872-1150MHz 性能值提升了约10% 但是它的功耗却增加了约60% 综合证据曲线来看 9200加的GPU能效是介于8.2和8PLUS之间的 在大众最常用的2-4W低频 和8.2差距不大 但距离也有约8% OK 红米实际落地调教到底怎么样 正面开始 小巴特并数据库3.5K60至尊版 王者实测 直接跑到了120.2帧干嘛了 单看功耗只有3.4W 达到了全场最低 温度也刚刚39摄氏度 全场最凉快 坏了感觉天气让红米给调好了 我们加大压力上原神 数据库标准的720P原神测试 红米59.6帧 功耗5.4W 在三款天气机型里边 功耗是最低的 和8G2的iQOO 11S基本持平 我们全程监测 不降画质 不降亮度 也不降帧率 表现还是挺亮眼的 我们最关心的 也是机友们最关心的 这个极限压力星铁 之前9200的X6 只有不到40帧 iQOO也只有不到50帧 红米平均之内 直接干到了53帧 666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 当然温控墙也很严格 在2分钟之后 温度达到46度以上 就开始锁针到了45 功耗6.6W和iQOO 11S持平 我们还特意看了一下画质 755P也星铁 没有什么问题 920家说实话 我们常规认知上面 就是要比销能差一点的 在前面的基础曲线环节 大家都看到了 这曲线是不会骗人的 红米这次的调教能达到比肩 甚至有部分超越8帧2的游戏水平 确实让我们数据库的小伙伴很意外 给红米用天机越用越XX 这次在游戏性能上 可以说是有些牛逼了 这个性能表现有个关键 就是红米狂暴引擎2.0 它里面有一个性能调度 FEAS 这个调度可以逐针检测预判负载 比如检测到低负载 它就少用计算资源 检测到重负载场景 就提高CPU GPU占用 简单来说就是你吃多少饭 我给你盛多少拒绝浪费 这次红米又把调度升级到了FEAS 2.3 它表示能够更加精准的调节 DDR内存的频率 如果你长期关注我们频道 关于处理器性能专题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 之前我们聊过发哥关于这方面的调度 这算是解决了我们之前吐槽的 天机内存频率调节方面的问题 这一列路优化就造就了前面游戏 功耗较低帧率确定稳住的结果 这次多少确实有点东西 红米还搭载了X7独显芯片 也做了超分和超帧的功能 独显芯片游戏超帧 这很多家都在做 这次我们也测了 先看144超帧 FEAS逐帧调度 它能配合独显的节奏 确保独显输出的稳定 最大化减少插帧延迟 官方宣传最高降低60%时延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游戏会更加跟手 原神144超帧我们实测 红米是从原生的60帧 先给降到了48帧 然后在48帧的基础之上 再插到144帧 三倍的帧率 60和144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根据我们的实测 超帧的温度和功耗 相较于原生60 基本没太大变化 我们主观体验下来 也是挺丝滑的 但目前版本插帧的延迟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 不过总体效果 相对于其他手机的插帧 确实好一点 受限于视频本身的帧率 可能大家在视频上 感知并不是太强 拍不太出来 线下有不少米家 分辨率就更不稀奇了 你现在的手机 有超分功能的小伙伴 可以Cover E 红米也做了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米系之前都有的 游戏加速里面的高质量 渲染分辨率会从120p 实打实的提升到864p 在这个画质下 我们实测帧率 也可以跑到59.3帧 功耗5.8瓦 比120p高了0.4瓦 略有增高表现OK 如果再打开侧边点里面的 超分功能 会对864p的画面进一步处理 分辨率我们数了一下 没变 只是做了类似于 锐化和提高清晰度的处理 和其他加起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开超分功能的时候 会同步开启144超帧 当然因为底子没变 现在能够检测出来的 就是47.7帧 但其实这个时候画面 是三倍超帧到了144 我们实测它的功耗和温度 和之前的864p是差不多的 不过画面表现上 我主观觉得当前这个版本 超分之后 这个画面锐化感是比较重的 后面得改进 后面K60之尊版 这次对于天玑90002plus的 性能调教 确实下了一些功夫 这个高低负载的表现 在目前版本还是挺出色的 原神144帧超帧 也让人印象深刻 当然一部手机的性能 只是一个方面 质感 还有续航 充电 影像 都非常重要 等正式发布之后 我们在第一时间 为大家带来其他维度的全面测评 都关注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 OK 如果觉得本期片子 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乐观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 关注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